這怎麼辦 這都會氣 現在都不會水油門壞 都停掉牙 但是這樣隨時如果有人上來怎麼辦 對 就是一樣 所以今天特別找這個地方來顯示一下 所以今天我們針對雲林縣 目前的一個老舊大樓 也是在民國七十年拿到 使用執照的斗六門大樓 那目前它的狀況 一二樓是小北門百貨 那三四樓還有一個住戶 那五六樓 七樓 八樓 全部都是廢棄的空間 這樣的一個閒置設施 很容易造成人為的疏失 或是有人為的這個狀況 或是有因為老舊的管線意外走火 所以我們今天協同我們的消防局 還有我們的建設處來做檢視 那這一棟小北門 我們在今年其實已經做過檢視 它本身一二樓的狀況沒有問題 但是雲林縣所有十樓以上的老舊建築 總共有六十四棟 那這六十四棟從我們一月一號 開始檢視到目前有檢視的四十二棟 那其中有十二棟 我們還在要求整個 消防設備的一個改善當中 那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夠 盡速的改善 那同時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大火 產生的這樣的一個人命關天 所以我們今天也特別希望 要求所有的大樓 我們希望他們都能夠成立公寓大廈的管理委員會 透過管理委員會 這個維護管理 那希望能夠保護我們所有大廈裡面的相親的一個安全 那同時我們會加強 針對商業類以及修行文教類 所有的公共場域加強抽場 那同時我們也呼籲 我們的民眾 一定要一定要安裝駐景器 因為駐景器才是真正可以提醒我們 盡速黃金時間趕快脫逃 所以我們雲林縣從我上任的時候 108年 當時駐景器的安裝率只有17% 現在已經透過我們很多善心企業 還有很多善心人士的捐助 針對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獨居長輩身心障礙的這些家庭 甚至六歲以下的孩子 我們現在安裝率已經達到74.51% 那預計年底要達到八成以上 所以我也希望經濟能力許可的 為了自己生命財產安全 盡速自行安裝 讓我們雲林縣能夠全面 都能夠有駐景器的安裝 那同時在今年的1月1號 我們在全國之間 針對五樓以下 五樓以下的這些建築物 我們要求他們一定要自己安裝駐景器 這是我們今年 通過雲林縣駐景器的一個自治條例 那我希望五年五樓以下的都全部能夠安裝 那我在這裡除了要呼籲所有的鄉親 尤其是公共場域 如果要進入到公共場域或是公寓大廈 第一個所有避難 這個逃生路線一定要非常的暢通